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但是到了夜晚 马德里就成了最活跃的雄狮 当伟岸的马德里皇宫在夕阳余晖的演映下 呈现出金光一片时 马德里的夜晚就在这悠然的乐曲中悄无声息地拉开了序幕 也许是害怕了白天女的艳阳高照 又或是一种自古流传下来的生活习惯 马德里人是特别喜欢在夜幕降临之后走出家门的 无论是在广场上随意散坐 还是找个露天的街边小店停下来 吃点小的搭巴斯 喝一两杯啤酒 伴随着越来越多咒服夜出 街头一人的吹拉弹唱 橘色的灯火点燃了这座城市的喧嚣与热情 斗雷红是马德里自治区一个仅有33平方公里的小镇 每到六月小镇总会举办大型的游乐嘉年华活动 小镇居民们便会拖家带口 在拥挤的人群中游乐 嬉戏 品尘美食 寻找各自的享乐方式 这场一年一度的嘉年华活动仅仅持续三天 三天之后他们又该去哪呢 那就是泡巴 在西班牙人眼中酒吧文化是一种特殊的文化 是他们生活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这家老式的酒吧就位于德雷红小镇 它已经经手了几代人 但却远近闻名 在小小的空间中 每一位就餐者大都是酒吧主人的老顾客 天南地北的聊天 开心的大笑 或者围绕着一个小小的话题 展开激烈的讨论 有时一点小小的状况也会让在场的客人们情绪激动 比如我们的到来 这位老头名叫桑丘 是这家酒吧的常客 闲暇上酒吧坐坐 这已是他保持了几十年的习惯 我是酒吧的常客 早上来一次 来喝杯咖啡 看过报纸 下午有时我也出门 来着喝一杯什么的 年轻人和老年人都是这样 在这里轻松地喝上一杯 待一会在酒吧外的露台或坐着聊天 是的 这很重要 正因为如此 桑丘总爱将这样的生活方式介绍给异国的朋友 尤其是旅居西班牙的华人 他这酒吧呢 可以说是一种酒吧文化 是好几百年这样延续下来的 对于每一个西班牙人来说呢 尤其是中下阶层的这些人来说呢 这是他们生活中一个 确确实实是一个不可切割的一个部分 当然 对于我们这些外国人来说 再深入其中的体验也无法领略西班牙人对酒吧文化的重爱 不过对能歌上舞的华人来说 迎见自己的时尚文化 在杨维中用 宜阳宜中的平衡点上 打造华人的夜生活文化 不是为一种融入当地的手段与桥梁 这里是马德里一家名为崩踪的夜点 晚上八点多 来自西班牙以及华人圈的时尚界人士汇聚于此 他们正在为一个名叫西上的华文时尚杂志庆生 真的不知道来怎么样来表达我这样的一个 此时此刻的一个这样的心情 看到这么多的朋友来和西上一起来共度这样一个夜晚 来回顾我们五年所走过的经历 五年前 刘巧楠带着一群有着时尚梦想的朋友 创办了这个杂志 经过五年的努力 如今西上这个由华人创办的时尚杂志 粉丝数量已经超过了十万 不仅确立了自己在西班牙时尚界的地位 而且在用有形的力量向西班牙人宣告着 中国文化与中国时尚 当西班牙女郎的竞歌热舞 中华传统的乐剧交相呼应时 中式的夜生活文化也悄然在马德里这片土地上生根发芽了 为西班牙的华人华侨一起搞一个联欢 这是意义很大的 我们把中国的古老文化 带到西班牙来开发 结果这是我们的一个信心 我们现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也是一个时尚 我们希望把我们中国的传统文化 传承给西班牙人 我们也同样学习很多西班牙人的 他们的这些传统文化 无论是西班牙人的酒吧文化 还是旅居海外华人的时尚party 马德里就像一座永远不会让你觉得寂寞的城市 当夜幕降临时 这座不夜城宛如波光琉璃般的迷人多彩 竟以终带足了运 热闹中充满了长情 这一切汇成了他的名字 马德里 蒙宗西班牙北部的一个弹丸小城 这里曾是阿拉贡古国的故都 曾在西班牙历史中扮演着极为重要的角色 请继续关注 走遍西班牙之 走进古老的阿拉贡王国 依然存在的历史印记